女人到了中年,为什么很难跟丈夫分开,这三个女人说了实话 夫妻俩最先发展的顺序,是从最初的相遇和相知,恋爱的时候 两个人的感情是很浓厚的,谁都离不开谁,恨不得彼此整天都腻在一起 要是一天或者几天不见,就会很思念对方 脑海里时时刻刻都想着她,好不容易步入了婚姻,以为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殊不知有很多男女,就是在漫长的婚姻里厌倦了对方后,就选择背起或者离婚 曾经的美好将不复存在,不过夫妻间产生矛盾,主要是七年支养的时候 只要度过了,以后将会越过越好,但随着两人相处久了,生活将会失去新鲜和刺激感 那么两人也就懒得去经营自己的婚姻了,生活就过成一种搭伙过日子 尽管这样,但有些女人还是不愿和自己的丈夫分开 一起来看,女人到了中年,为什么很难跟丈夫分开 这三个女人说出了实情 毛女士,在这个幸福的家庭里少了谁都不行 当然我会很离不开自己的丈夫 我是陪着丈夫一起白手起家的 虽说现在日子过好了,但也离不开我们共同的付出 也许是经历的太多了,彼此的阅历也丰富了 在面对外面的诱惑时,我们都能控制住自己的心 珍惜这段美好的婚姻生活 现在我们夫妻俩在别人眼里是很恩爱的,也非常幸福 可以说如今是事业和爱情双丰收,房子车子名利样样都有了 两个孩子也很懂事和听话,让我们的生活越过越好 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前行 在这个幸福的家庭里少了谁都不行 当然我会很离不开自己的丈夫了 这么多年的感情,就算已经没有了爱情 但彼此的亲情也是很可贵的 怎么会舍得离开呢 肖女士,只要自己的子女以后过的幸福就够了 况且离开了她,我也不能生存 我和丈夫早就没有感情了,能坚持到中年也算是万幸 年轻时候我们一吵架就会提离婚 但为了孩子一切还是忍了过来 现在我们就像在搭伙过日子,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但因为婚姻的纽带又不能分开 再说了,做了这么多年家庭祖父 今日的一切也有我的付出 虽然我没有出去工作过,也没有为家里挣一分钱 但我也得为我的孩子守着呀 这个年纪的我还要求什么爱情 只要自己的子女以后过的幸福就够了 况且离开了她我也不能生存 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 现在我已经人老色衰 再婚的话也不见得能遇到好的 还不如就在原来的婚姻里将就 所以我是不可能离开我的丈夫的 万女士,如今的老夫老妻居然过成了新婚夫妇的生活 特别有滋有味 也许彼此都是老了的原因 我和丈夫更分析对方 年轻的时候丈夫工作很忙 总是不停加班和出差 陪伴我的日子也很少 那时我们是有些隔阂的 但还是把生活维持了下来 很庆幸当时的我们没有选择放弃 要不然怎么会有现在幸福生活 为了弥补我,生活上 丈夫总是主动帮我做家务 一有空我们就一起做饭 一起出去散步 好像一切又回到了恋爱的时候 既幸福又甜蜜 如今的老夫老妻居然过成了新婚夫妇的生活 特别有滋有味 随着感情的增进 我也就变得越来越离不开丈夫了 结语 年轻的时候那么多波折 夫妻俩都一起度过了 能走到现在应该要更珍惜彼此 和懂得去热爱生活 不要忘了初心 幸福的婚姻生活 是要靠双方共同付出去营造的 过得好与不好 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不是吗